好! 冰花煎餃就完成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迷無哥哥 之前有網友問我說 不鏽鋼鍋有沒有辦法煎出漂亮的冰花煎餃 那迷無哥哥這幾天試下來發現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去市場買了這樣一盒的餃子 那我會先把它冷凍 那冷凍我如果要煎之前 我會先把它拿出來大概稍微退冰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退冰它會常常糾結在一起 就是黏在一起 我覺得煎出來的時候有時候黏住的部分會 那個餅麵皮沒有很熟 好那餃子的問題比較沒有什麼需要解釋的 大家喜歡吃什麼牌子的餃子就自己買就好了 那主要講的就是這個 我們要調的這個麵粉水 那這個麵粉水的比例呢很重要喔 它是1比10 我是用10克的麵粉對100CC的水 那你剛剛看到上面有一點點這樣子黃黃的東西 好這個是油 就是我會稍微在調和之後 我會再加一些些的橄欖油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的水慢慢燒乾的時候 它上面的油就會繼續煎炸那個皮 所以你的皮就會酥酥脆脆的 那我們冰花煎餃 最重要就是想要吃那個酥酥脆脆的餅皮 麵粉水的部分要看你的鍋子有多大 我講一下喔 我用的是26公分的煎鍋 所以我自己試過了發現 我用100CC的水是差不多剛好我喜歡的狀態 如果你是比較大的鍋子 或是比較小的鍋子請大家要稍微試一下 不是一定都是用100CC的水喔 這個麵粉哥哥先講清楚 好我們要來開始操作了 我們一樣要先熱鍋 那熱鍋的部分 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樣讓不鏽乾鍋可以不沾的話 那你就先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然後先了解一下怎麼樣熱鍋 讓不鏽乾鍋可以達到不沾的狀態 這個部分麵粉哥哥會先跳過 我們直接來看待會煎餃子的步驟 好麵粉哥哥現在熱鍋完成了 我們現在把水餃放下去 那看你想要怎麼擺 就是把它鋪在這個煎鍋上面 我放下去之後我會先讓它煎一分鐘 煎這一分鐘就是讓它下面的水餃皮先定型 好所以我們就讓它先煎一分鐘 好一分鐘快到了 那麵粉哥哥都是用小火來煎它喔 你看喔 我現在碰它基本上都是不沾的狀態喔 都是可以移動的喔 OK 所以基本上這樣已經成功一半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下這個麵粉水 那這個麵粉水在下之前一定要稍微再攪拌一下 然後我們就直接下去喔 好下去之後請你馬上用鍋蓋把它蓋起來 接下來麵粉哥哥自己的測試是八分鐘 八分鐘過後我們就可以開蓋了 好我們八分鐘後再來看喔 八分鐘到了我們來開鍋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有的地方已經乾了 就是已經像這裡 這裡來我用給你看這裡已經起來了 它這個餅皮收乾的時候自己會翹起來 它自己會脫落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會不會黏在鍋子上 但是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都還有很多水分 所以我們開鍋之後我們就繼續讓它煎 讓它把這些水分都收乾 收乾以後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好我們看見它的區域越來越少了 就是甚至這邊有一些些還沒有乾的地方 通常這時候麵粉哥哥會直接轉成爐心火 來看一下 就只有爐心有火 然後我就繼續熱這個地方就好了 加熱這個地方 其他這些地方已經乾了 我們就不要再加熱了 因為怕它會焦掉 那我們就繼續加熱這一塊區域就好 好那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收乾了 我們就稍微從外邊 從外邊 稍微把它拉起來 好稍微一鏟就全部起來囉 全部起來囉 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鍋 從這邊下 好冰花千角就完成了 有沒有很漂亮啊 就是麵粉哥哥試做基本上都還沒有失敗 就是會蠻完整的一個餅皮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或是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分享麵粉廚房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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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